我跟你說了 放手 不要再聽你的藉口 對 就這一句而已 我比較記得那個而已啦 你不是我的Style 那個是中國啊 那是中國 對 他還說我有這種歌嗎 我從小逗路走九遍 腳底下踏著曾經 你我的點點 我從日走到夜 心從回跳到黑 我多想跳上車子 離開傷心的台北 華語樂迷在熟悉不過的旋律和歌詞 2001年動力火車這首 忠孝東路走九遍 紅遍大街小巷 幾乎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火紅程度 至今傳唱度依然居高不下 在發行將滿20週年之際 找來同一位作詞人吳宇康填詞 動力火車唱出 忠孝東路走九遍 20年後的續曲篇章 這次我們發行這個 雙A面的這個單曲 是以斑碗為主題 什麼叫斑碗 就是把碗翻滾頭 把碗翻過來嘛 翻完 翻就是翻唱 對 碗就是一種樂趣嘛 那有一首歌叫做 跳上車子離開傷心的台北 就是忠孝東路走九遍底面的歌詞 因為裡面有這樣的歌詞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請這個 延續 延續 所以我們就請了這個原來的這個作詞人 吳宇康老師 那請他幫我們寫了這個續集 對 那所以這個 呃...他就用了這個 這個20年後 一對情侶呢 這個重逢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沒錯 因為忠孝東路以前就是 那時候講的就是 呃...一個...一個男生 一對情侶 不是一個男生 他已經在忠孝東路一直走一直走 因為那時候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後 他很想念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邊走 所以把這個故事延續下去 延續下來 在空前的愛 在最後的傷 都能學會不犯就長 心情別下財 往事別亂講 都老朋友了 沒什麼心得爽 用忠孝東路走九遍中 跳上車子 離開傷心的台北 這句歌詞作為歌名 翻完經典作品 推出全新單曲 MV由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帶 得獎導演 殷正豪操刀 找來張書瑋和小薰黃靜怡 詮釋昔日戀人 不期而遇的故事 當年的那個時髮現場 東西那麼多要不要送你 錯過了才想到回頭看 好久不見 生活把風芒抹成一臉風霜 把我們抹成這副模樣 好久不見 在空前的愛 在最後的傷 都在學會不犯糾纏 心情別瞎猜 我是別亂講 都老朋友了 沒什麼心酸 他們兩個是 曾經是情人嘛 就是有分 二十年前是男生被分手 對 二十年後就是女生想要 想要挽回一些什麼 或者想要跟 釋懷一些什麼 但我覺得很難的是 因為我跟書瑋本身 私底下就很熟了 然後還要演就是不熟的 真的好難喔 這些對看會想笑場 因為太熟了 比較容易啦 我跟志明每次要拍照的時候 只要一面對面也會想笑 就是以靠去就 對 車上兩個人就是在一個 密閉的空間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在我車上 安全帶解不開來 然後我要幫他解 我要幫他解 請 示範一下 請解開 喔 是什麼東西啦 沒有 是解開 安全帶不是解開別的 我也沒有什麼好解開 還是自己去解開了 很難耶 不好意思在這裡 我們先來旁邊 追圈哥我要解 我要解哪裡 解開 要不然你們兩個來演一下 對 要不然你們兩個來演一下 怎麼說中了他們 他們的心聲 不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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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是我在開車 然後 車子一底下來 我突然 我突然緊急剎車 哎呦 哎呦 他嚇死我了 他嚇死我了 要解開 你要解開 你要感覺很難用啊 是我要解 感覺解不開 解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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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一點啊 用力了 再用力一點啊 這聲音有機會 好 不是 鑫也要放在前 然後這時候 事物相敲 尷尬 事物相敲 哎呦 哈哈哈 熟悉的街景 與人物情節 跳上車子 離開傷心的台北的MV 復刻不少 當年忠孝東路走久遍 MV中的畫面 生活把風芒抹成一簾風霜 竟然是這樣的聊聊天 有多安慰 你來給小孩子啊 這樣不會很喜歡嗎 怎麼可能 志玲哥有發現 就跟 忠孝東路走久遍 有一些小小的彩蛋在裡面 你有發現嗎 有有有 剛剛看到了 一個娃娃 娃娃 一個娃娃 有耶 好 但是我是剛剛是問那個 小小小 哈哈哈哈 自己都忘記了 他還問說 你幹嘛一直看到娃娃 我說 以前他們就是有 更大的那個娃娃在裡面說 哦哦哦哦哦 對我突然想到 我們的那個 忠孝東路走久遍的 那個MV 那個娃娃 很可愛 還有打頭也是 對對 打頭 打頭我已經忘記了 對 今天真的是力盡豐鬆的感覺 我也真的是很讓人覺得 很簡單的 但是就是每一個都 好心酸 但是你就會覺得 你知道他的意思在說什麼 然後你就會 欸有一點 還是真的有感動到 好開心哦 復刻翻完的概念 從歌曲延伸到MV 還有更多彩蛋隱藏其中 等著你去挖掘 動力火車動人的歌聲 加上書偉和小薰的精湛演技 讓跳上車子 離開傷心的台北 更加打動人心 趁著這次合作 小薰和書偉也享受了 當歌迷的小福利 以前都是在電視上面看他們 就聽他們唱唱歌 希望等一下可以 再也聽 對 那就這樣吧 哇 空洞 哇 外套 哇 對 經典 不甘心不放手 哇塞 然後那個 果然有做公車 忠孝東路走九遍 欸我講很多 你講很多 剩下的 換你講 第二次分手 哇 這個好 這個好聽 然後陌生的夜 哇 彩虹 哇 對 彩虹 是不是 當啊 而且現在大放手 我給你們一人一次點歌的機會 什麼什麼 我想聽外套 哇 做你的外套 只能穿梭你的外表 聽到你對他的撒嬌 可笑的是我沒資格計較 做你的外套 擁抱著卻不被擁抱 我是誰你知不知道 只能隨便穿上擁環條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那我可以一首嗎 沒有 我們只需要書尾就好了 沒有啊 沒有他 一首就是最經典的 中秋冬後走久一遍 好 拜託 我從小東路走久邊 腳底下踏著沉浸 你我的點點 我從日走到夜 心從會跳到黑 我多想跳上車子 離開傷心的台北 從小東路走久邊 穿過陌生人潮 說去你的臉 有人走得匆忙 有人愛得甜美 誰會在意草菅而過的心碎 謝謝 謝謝王潛民 小薰的話我講一下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電視上 看到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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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一看就知道是原住民 對 這個盧廓 滿漂亮 然後我不知道他那麼會演戲 真的很厲害 謝謝 在好幾年前就是Energy曾經從台過 是不是 對對對 吃東西聊天 我們就大家在那裡 就是 你們那時候五個人嗎 五個人 然後 吃完之後就變四個 五個人 從那一天到現在 真的也很久沒有 真的就沒有見到你了 十幾年真的再也沒見到你了 好久喔 真的眼淚又要掉出來 可以從林哥跟志琳哥還記得我 我好開心喔 當然當然記得 好開心喔 我只記得志琳哥還會唱 志琳哥 你會唱什麼 欸 誰啊 我只會唱這句而已 我跟你說了 放手 不要再聽你的藉口 對對對 就這一句而已 因為那首歌他耳熟能詳嘛 就我覺得那個歌 經典 對經典 我比較記得那個而已啦 什麼 什麼東西 那個什麼 什麼東西 你不要唱錯 你不是我的Style 那個是中國王 那個是中國王 對 他還手說我有這首歌嗎 他還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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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錯了 那是什麼歌 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 我不要來 侮辱我的回憶 中國王 差很多耶 真的太多回憶 搞錯歌曲了啦 這次動力火車 與書尾何曉勳的合作 實在開心又歡樂 重現出來的MV作品 也是動人又精采 如果忠孝東路走久遍 神神烙印在你我的腦海中 相信作為後續曲的跳上車子 離開傷心的台北 接下來也會刻在你我的心底 完全了王健堂整理報導